好 继续带你来看到在浊西山区发现有机车倒在杂草当中 那么警方获报呢为了确认安危前往车主家中来询问 原来骑车的是行动不便的75岁的范姓阿嬷 那么儿子就纳闷说要去采买的妈妈 怎么会在4.1公里外的山区呢 那么心情如焚之下就跟着救难人员找了又找 终于在平常当地人不会行走的寿静 找到了这位范姓阿嬷 说是要来找好朋友 那么警方呢也赶紧将阿嬷带回家 一台机车倒卧在草丛中 但是没有看到车主 警方赶紧用警用小电脑查询车主地址 找到车主询问机车的是行动不便的75岁老母亲 家人吓坏了希望警方协助寻找 本所以村长及名利收救队晚间20时 前往灼溪中正山区展开收救 四周草丛密布 为了迅速找到妇人 所有的人未停歇脚步 于20时20时25分许 中正山区西边方向约500公尺处 山林区发现范姓妇人 在村长以及山警们协助下 在二次搜山中终于在平常当地人不会行走的寿静 找到犯姓阿嬷 不过阿嬷神情淡定 并说是来找朋友的 你一个人怎么跑那么远 找你们找不到 好朋友在那边 好朋友在 那个上面那个 不幸中的大幸是阿嬷没有受伤 只有一只鞋子磨破 玉里分局也呼吁年长者不要独自上山 民众如果在山区迷路或者是受困的时候 应该要留在原地安全或是明显处等待救援 并且保存体力 不要自行的离开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高双双 着西乡采访报道